电视剧《心水浒传》、《天伦》、《十月围城》、《花千古》等 其中在《花千古》中饰演女侠吴青罗、古灵精怪、深受观众喜爱 纪宁演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代表作品有电视剧《影和暗判的春天》、《暗箭》、《美丽的秘密》、《一箭不中情》等 这要拍古装剧多吗 大部分时间拍的都是古装戏 都是古装戏 对 所以我看到过很多古装的道具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用我看到具的眼光看看这些藏品 看道具的眼光来看我们真正的这些藏品 而且我对稿价也特别感兴趣 今天不是猜价格吗 我对稿价也很有兴趣 那你觉得你的对手纪宁 他和你的水平谁高谁低 我觉得季老师是一个书生 对 他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他应该不太清楚吧 季宁先下一军了 说你是个书生 我还真不是书生啊 是书生演的不多 但是平时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非常喜欢这种 收藏这些古玩一些东西的人很多 所以我或多或少的有过一些了解 了解哪个门类的 瓷器比较多吧 瓷器多 对 那太好了 我们今天第一组马上就会是瓷器了 不过再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金韵昌金老师 欢迎张广文张老师 欢迎杨静荣杨老师 今天两位来呢也非常的幸运 其中一位很幸运 因为有可能会得到我们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侯晓峰侯大师的这件作品 侯晓峰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中国青年玉石雕艺术家 自幼爱好美术 对中国传统绘画情有独钟 特别是对人物造型 神态有着很好的基础训练 侯晓峰的玉雕弥勒作品 善于借鉴传统美学和中西方艺术的精华 且主动将自己对佛学教义与俗世生活的感悟 融会在创作之中 他刀笔下的米勒形态多变 充满残疾 神态生动喜庆吉祥 且将佛性与人性如砸在造型之中 在佛教的庄严中带上了人间烟火的气息 自2010年起 侯晓峰创作的30多件作品 斩获了国家级的金银铜奖 侯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这是一张非常纯净 非常细意 非常有质感的一个比喻的一个作品 主题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米勒佛的题材 那么我们在刻画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用简单的一根线条来概括一下 它有一个形态 重点呢我们是在刻画的面部表情上 语意呢也就是欢喜物量 然后一团和气的这个意思 两位要加油了 不过没关系 你们后面的十位高餐 会是你们今天场上最得力的助手 当然也有可能是最得力的陷阱 所以你们也要分辨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建议是最真实的 也欢迎我们的十位高餐 欢迎十位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比赛的第一组宝物 看一下 比较常见 但自己这件仓品是由爷爷的父亲购买的 那个时期应该不会造假这种磁枕 所以自己这件元带磁枕应当属于真品 那么这两件宝主所描述的磁器究竟哪一件才会是真的呢 第一组呢是两件磁器 红色台上这个呢 我们的宝主号称它是元带的磁枕 在蓝色台上这个呢 我们的宝主号称它是青晚漆 孔雀绿佑诗形倒流壶 两件当中只有一件 描述是符合事实的 到底是哪件 来 俊瑶先来吧 这个是不是在剧中常见 因为说是倒流壶嘛 感觉它有两个孔 特别像我们拍古装戏的时候 放毒酒的那个 一半是毒酒一半是美酒 我觉得季老师是不是用这种毒酒读过人啊 我没有拿这个读过人 被读过 被别人吓过读 真的 对 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特别像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那个 那种蓝色 而且它的那个狮子特别的那个精巧 我拿这个回去读 也不能毒哈 你心里都想着什么呢 谁害过你是吧 想到这个就想起来毒谁 季宁呢 我对这种很亮的面的这种东西啊 这个瓷器 我就有点怀疑 我其实觉得这个 实诊的 比较有这个收藏的价值 来 我们看看十位高参的一些意见 俊瑶你先挑选一位好了 我挑我来吧 来 乔迁你来 你说古代啊 龙啊 狮子啊 这个东西很有讲究的 你说谁把这个狮子做的 做成这样 你要这样 谁拿着壶喝个茶呀 可能都得按到那儿 啪把头给砍了 他不是说了吗 放毒酒 哦 原来是只供毒酒 特意 这个一看我觉得就有问题 好 来 既您选择一位高参 我选一位知性的美女吧 是一位吧 好 你写的是惊艳狮子 所以你跟乔迁的这个选择 应该是完全相反的 对吗 对的 这个狮子 确实是让我第一眼看到 我就觉得 特别的惊艳 我很喜欢 然后那个 说一下这个枕头 在我的印象中 元代的这种东西 都不应该是这么精巧 这么精致的 我觉得元代的东西 应该更粗广一些 谢谢 好 来 既您要再选择一位高参 酒壶吧 磁枕这一块 元代的这个花了 做了确实 跟它这个磁枕了 这个粗犷了 它来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反差 所以说我个人判断了 还是这个酒壶的这个感觉 更好一些 看来都是从元代的 艺术风格来进行判断 来既您再选择一位高参 我选10号老师 这种清末的东西吧 看油色 它的油色的颜色 和珠宝一样 让人家看非常的舒服 走我就选这儿 你就选择了这个 我觉得几位老师的 这个点评 他们每个人都 挺有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 我还是不想改变 我最初的想法 我还是想选这个 选择的磁枕 磁枕 我刚好跟你的感觉相反 我喜欢这个狮子 而且我觉得节目组 一般都很有心机 这么亮 这么像假的 一般都是真的 所以我猜狮子 我们节目组 真的有这么心机吗 这样好了 我们请上两位保主 让他们两个 再给大家仔细说说 这个两件宝物 后面的故事好了 来 掌声请上 两位保主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保主正好和两件宝物 是完全相反的 看上去这么朴素的 原代磁枕 今天穿了一个 这么鲜艳的红色 开始 来 先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吴淑银 我是藏宝 那个爷爷的委托人 原代磁枕的主人 是一位爷爷 他有跟您交代 这个是什么样的来历吗 他的故事 是爸爸的爷爷 祖传 那个原来他是行医的 然后收藏来的 等一下 是爸爸的爷爷 还是爷爷的爸爸 我也说了 是爸爸的爷爷 还是爷爷的爸爸了 这个年代 我这一张说不上来了 来 这位先生 您的这件宝物 什么时候得到的呀 2013年 是我从一位藏友家收到的 但是说到倒流壶 倒流壶 它能不能倒流呢 它上面没有屋盖 怎么住酒呢 是吧 这是个装酒的 对 怎么装毒酒 装美酒 装毒酒 它这个是底部 有一个毒油孔 那我们现场试一下好不好 看它怎么来倒流 来 您刚才说到了 这个倒流壶的底部 有一个口在这儿 好 我们再把水 再往里倒 这个壶的容量还挺大的 你这样倒过来 它就不会倒出来是吗 不会一直来 都是一样的 好 再把它 还好 就刚才那一点点残留的水 对 残留的水 来 我们再一个杯子 好 试验完毕 演示完这个倒流壶了 现在请俊瑶和基宁做出选择 到底这两件当中 哪件描述符合事实呢 好 选完了 我们看看十位高参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三位选择的是 元代的磁疹 大部分都选择了倒流壶 看看俊瑶和基宁的选择是什么呢 看一下 诶 你们俩换了 刚才俊瑶不是信誓旦旦地 喜欢这个倒流壶 怎么变成磁疹了 既您原来信誓旦旦选择的是磁疹 怎么换成倒流壶了 你们两位 我从来没见过 就是底部进水 然后再倒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工艺很特别 那个年代 我觉得能做出这个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 为宫廷什么样子来做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考究的 那俊瑶怎么突然间 临门一脚又换了选择 我觉得这个工艺在清末就有吗 我觉得这个属于现代人的发明 这两件当中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一件是非常简朴的原代磁疹 一件是名称非常长的 青白漆 孔雀绿右 狮行倒流壶 到底是名字长的那个 还是名字短的那个呢 今天的第一分 我们要加给的是 纪宁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加上一颗星星 巨杨有没有一些后悔啊 女人是善变的 要为自己的善变负责任 还有付出代价 原代磁疹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 上面所绘画的这个风格和原代不相符呢 来 杨老师 确实这磁疹啊 非常漂亮 就大家刚才质疑说的不对的那个理由啊 正好相反 绝对都不存在 他的错误是在哪啊 这磁疹呢 他给描述错了 不是原代的 那是 那比原代更早 还早 他应当是宋代 就北宋 或者是金代的 是磁周遥的 你要是两个 在这个贩卖行里边 要是卖的话 这磁疹 比这虎肯定要高很多 他给描述错了 这个磁疹啊 大家注意 我教大家一个鉴定的 从造型上看 他年代的最简单的办法 磁疹是从随代开始发明的 随 唐 全都特别小 就这么大 就是随代的时候 就一全大 然后到唐代的时候 稍微大一点 到了宋代以后呢 这磁疹啊 就各种造型特别丰富 就这个是典型的 这个宋代的时候 标准的这个造型 然后这个到了原代的时候啊 那尺寸一下变大了 而且还出现了 有双刃枕 最长的枕头有 有这么长 大家记住了 什么事情就是发展到顶峰 就该朝这个 下坡路走了 一到了最大的枕头出现了 到原代以后 这枕头自此枕啊 就开始就衰败了 但是大概的变化 就是随唐小 宋代大了 然后品种丰富了 原代更大 原代以后又恢复成原来的这形状了 就这么坚定就成了 吴女士高兴了吧 高兴 不是原代的 时间得再往上 好的 谢谢您 谢谢吴女士 谢谢 道流湖最早起源于何时 目前仍没有定论 不过 这种在宋寮街时期 较为流行 到了明清时期 有了更大发展的 精巧器物 充分体现了古代 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 是我国陶瓷艺术中的 一朵奇葩 宋寮街时期 北方定谣的白瓷 耀珠谣的刻花青瓷 瓷珠谣的柏佑黑花瓷等 以其丰富的装饰技法 构成了北方瓷器的独特风格 那一时期的道流湖 也充分展现出了这一风格 明清时期 制瓷叶更加繁荣盛 到了清代 道流湖已经很少再有早期带提粮的样式了 而是将提粮改为纸柄 在造型 材质和幼色上也更加的丰富多彩起来 道流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它虽然具有湖的形貌 但湖盖却由湖身连为一体 无法像普通湖那样从口部注水 使用时需要把湖倒转过来 从湖底部的小孔注水 注水时水不会从口部流出来 注满水后将湖放正 也不用担心下边的小孔漏水 那么这种神奇的功能 究竟利用的是什么原理呢 原来道流湖的湖内有两只隔水管 其中一管与湖底部的注水孔相连 另一管由湖的出水口向下延伸 这一结构看似简单 却运用了物理学联通器的原理 向湖内注水时 水如果从湖嘴往外流 表明水已灌满 将湖翻转过来 如果页面不超过流口和内管的高度 水就不会流出来 这就是道流湖的神奇之处 如此设计可谓浑然天成 匠心度月 来 周先生 现在你对它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 三十万吗 三十万 我们在这给大家一个价格的参考吧 在2014年的时候 中国加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呢 也曾经拍卖过一件宝物 这件也是孔雀绿佑的小天球瓶 这个的高度呢是20厘米 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道流湖的高度是一样的 而最后是拍卖成交了 成交价格是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元 所以跟我们的宝主刚才所报价的三十万 他自己的这件报价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这件小天球瓶和这个诗形道流湖呢 当然记忆上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这样大的差别 能不能在价格当中体现出来呢 俊瑶选择一位高餐来帮助你 五号吧 我觉得女人对于价格都是敏感的 她这个工艺很特殊 而且呢它上面的那个狮子做得栩栩如生 我感觉八万差不多 八万元 好 来 既您选择一位你的高餐 一号吧 一号 我觉得按照刚才那个估价的一个参考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放两倍左右的一个价格 应该是在五万左右 到底这件青晚期孔雀绿佑诗形道流湖 价格会是多少 和之前在2014年曾经拍卖成交过的这件 孔雀绿佑小天球瓶的价格会差多少呢 输入完了 孔雀最先完成 我看看你的答案 五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既您的是贵一些还是低一些呢 五万元整 其实我今天来录节目的前一天 我昨天在江苏的苏州 苏州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店是卖胡类的瓷器 其实我昨天看到一些了 和这个类似的吗 对 有类似的 所以我参考了一下那边的价钱 我觉得这个可能市场价应该在五万左右 好巧啊 也是这种孔雀绿佑的 对 到底两位谁更接近真实价格呢 那么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 拍卖公司和一家股完成 给出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 是多少 看一下 三万 既您更加接近 看来昨天的考察是有效果的 再加上一颗星星 二比零啦 三万是您预估价格的十分之一 可能看了不同吧 为什么呢 来问问杨老师 官窑是官窑的一个价格 民窑是民窑的一个价格 这件呢是民窑 又是清淡晚期的 这个道流湖呢 这个品种啊 在美学上面啊 大学里边公益美院 或者请陶子学院老师讲课的时候 对这道流湖 他们评价并不是太高 因为就像这个流行音乐一样 大众喜欢就是喝酒的时候 一倒 你看没有 我这能不洒 这里边还有酒 音乐里边有这个美声唱法的 是一个价值 这个流行音乐 它有一个流行音乐的价值 所以人家这个拍摄行 开出了这个价格呢 还是根据当前的市场行情啊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价格 谢谢大家 我请教您 它这个狮子的造型 我说是刻的 还是模子刻的 模子刻的 所以呢 在它工艺上并不复杂 它看着很细 看着很生动 但是跟那个 比如说那种磁素 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它就是个玩物 一般并不真拿它喝酒 就是个表演玩物 对吧 就好奇好玩的一种 但是挺好玩的 确实挺好玩的 好嘞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也谢谢周先生 谢谢您 谢谢 宝主认为 这尊铜观音坐像 处自清代 高32厘米 这在同类藏品中 体量算是比较大的 整尊铜像体型完整 法相庄严 曾经有过泥肩 但因时代久远 肩基本已经脱落 不过仍旧算得上 是一件难得的藏铁 宝主认为 这件诗形 铜香轩 同样也出自清代 造型别致 制作精美 放置在文案上 能营造出 一性一情的高雅意境 是文人雅士们 必备的文仿精品 那么这两件都号称是 出自清代的藏铁 哪一件才是真的呢 好 这组呢 是一组铜制品了 在红色台子上 这个呢 号称是清代的 诗形铜香薰 在蓝色台子上 这个呢 号称也是来自于 清代的铜观音坐像 两件当中只有一件 描述符合事实 说实话 这两件收藏品 我感觉都非常有 收藏的价值 就是看起来都非常有 这个非常的考究 我觉得这一尊佛像 它们两个都是铜的 但这个就会偏红一点 铜还会分 材质不同吗 还是因为它因为掉色了 所以显现出里面的红的 对我就怕 节目组又给我们挖坑 这个说不定是 描述不符合事实 其实是更久远的 也说不定 就像刚才那一轮 你选的这个 元代词枕一样是吗 对对对 来听听我们身后的 十位高餐的意见好了 俊阳你先来 先选一位高餐 我选那个太过了 我不知道什么太过了 很好奇 七号 我觉得这个观音啊 要么就是 做工作的太努力了 要么就是时代更久远 它即使是溜金的话 几百年的时间 不至于这么惨 你看它那个脸啊 已经就那种黑色 然后发 就过于做旧了 所以我感觉它太过了 听一下四号 同历史吧 我个人比较倾向 同观音 我是觉得 应该是刻意 做成这种材质的 看它那个漆啊 就有掉漆的现象 但这边这个狮子 光滑的 我都觉得有点像现代的 太亮了 你们两位挑选的高餐 针对于同样一个症状 得出来的结论 是完全相反的 请您再选择一位 我想听一下 这个桃花节 是什么意思 桃花的季节 已经过去了 桃花也纷纷的 也该是落幕了 从左边的这个红台 像这个狮子啊 看上去就有点像 当今的现代的工艺品 可以说是雕的 非常的很完美 右边呢 这个佛像呢 可以说是观音 它的颜色 似乎就像刚才说的 桃花已经纷纷的 已经落去了 它落的似乎有一点多 根据它这个头像来看的话呢 至少到唐朝 因为唐朝的这个观音呢 这个头像都特别的大 已经超过 甚至都快超过了一倍多了 应该是在唐朝 或者在唐卫时期的 这么一个坐像了 越来越久远了 对 所以说我敢把它推测 要不就更早一点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描述不对 那左边的狮子 应该还是对的 你不都觉得 它是当代精品了吗 我们就往回推一点嘛 往回推一点 推到就推到清朝 不是 推到明朝 明国哈 明国再往前推一点 它的清朝 清末 明初 差不多 就这么香屋之间 两边拉一点 就可以正好到了清朝 所以我认为 左边这个狮子的话呢 描述的话 应该更正确一点 你这个立场太不坚定了 时间摇移一下 就从当代到了民 民国又到了这个清代 有帮助吗 我听了一个故事 看见 来 俊阳再选一位 我选 假吧 看看他到底觉得哪个假 同造像有点假 看家园一路上好多 狮子比这个像真的 好 来 我们请上两位保主 让他们给你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 你好 你好两位 来 我们好几位嘉宾都不看好您这个 要不然他们就觉得不是清代的 可能宁代会再更久远一些 但是还有的干脆就说 它就是现代造假的 你怎么看 我这个佛像呢 是一尊清代的戴冠观音像 它具有明代的风格 这个是2006年的时候 是老公的一位朋友 顶账顶回来的 当时欠了多少钱啊 八万块钱 您先生觉得这个合算吗 朋友吗 同样这个铜制品 这个铜香薰 这个造型比较别致 它这个放置香薰的地方 是在这个铜狮子胸口的这个 所以这是可以拉开来的 对 来 这样 把香薰放在这个位置 里面是个像小抽屉一样的 对 之后呢 它这个是会从这个小狮子的嘴里 和这个绣球里都会吐出来香气 所以说出气口是嘴和绣球 对是两个地方 是你收的吗 对是跟家人在酒店用餐的时候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博物馆 然后家人看这种就当场买下来了 花了多少钱 当时花了六万块 六万 一个八万一个六万 价格上没有太大的差距 所以这两件到底哪件描述符合事实呢 两位请作答 俊瑶还是很快 一下就选择完了 你现在是零比二落后了 来 先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是 七位选择的是诗形的童香薰 而只有三位选择的是观音造像 来我们请问问侯大师好了 您觉得哪个的描述符合事实 您有做佛像吗 其实我们做包括我们的同佛像 或者木雕的佛像 或者石雕的 我们也接触了蛮多的 但是这一尊佛像呢 我不管是从工艺的阅队 或者是从色彩 或者从文士上来讲 我就老是感觉到有点新气 很刺眼 那么我觉得那个诗像呢 我都感觉到很有柔和 很有离世的那种浑厚感 或者包浆啊什么的 我都感觉到很舒服 您刚刚这个话说完之后 我就发现 俊瑶的脸色稍稍有点变化 他看来有可能选的是观音造像 看一下您的选择到底是哪个呢 我选的这个观音 是因为雕的很好看 还有就是 我觉得朋友抵债的 不会是坑他的 那不一定了 看是什么样的朋友了 然后这边商家的东西嘛 很有可能是坑我们的 到底是真朋友 还是真商家呢 要为您揭晓答案 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 到底是真朋友换来的 还是由真商家卖来的呢 我们要恭喜的是 恭喜记宁 再加上一颗星星 三比零了 小路一直在让着我 我觉得 那你就回头再让让我吧 来问问张 我们张老师 那么这件作品呢 就是说 从它的造型上面 具有一些古代的特点 但局部呢 又不具备 比如像说的形状 比如头部 鼻子是吧 鼻子小鼻翼啊 这鼻翼很小 嘴呢 也很特别 尤其下嘴唇的造瓶颈 很特别 整个的 金漆的脱落 不自然 金漆保留 也不自然 好 谢谢张老师 这朋友还交吗 那朋友 这得回去问问我老公了 谢谢白女士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 好 耿唱 看来这个香轩啊 当时是遇到真商家了 但是真商家卖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卖的贵不贵了 其实买这个没有很久 买这个就在一年多一点之前 我觉得应该不会赔现在 不会赔哈 反正肯定底下溜完是有的是吗 对 我相信是这样 我这有个参考价格 可以让大家听一下啊 这是2013年的时候 也是清代的铜卧师香薰 当时呢 是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是以11万5000元最后成交了 这尊是长19厘米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清代 师型铜香薰呢 是长34厘米 将近一倍 那现在它大概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 听一下3号吧 3号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低于10万块钱 我选2号吧 红色显得吉祥 它应该给我能带来好运 刚才的参考价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会高于10万 12万 12万 这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这年应该没什么压力 因为你现在三分在手 现在是俊瑶有压力 因为他一分还没有得到 所以这个价格比较关键 先看看纪宁的吧 纪宁的价格给出的是多少呢 12万 看看俊瑶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 看一下 8万元 我是觉得商家就算送也不能太亏吧 如果12万等要亏一倍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商人应该有的思路 所以我觉得但一定是贵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8万差不多吧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股完成 给出的市场估价 到底和宝主当时收到的价格会差多少 看一下 就是6万元 所以恭喜俊瑶要得到最宝贵的一个钻石 你看到这个价格什么反应 反正没赔吧 反正没有赔 你心里预期是多少 8万元 对啊 我刚才听那些嘉宾说基本上都估10万元以上 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刚刚 雷伯和张老师为什么只有6万元来 影响它的价格 就是它的尾 这个尾巴 这个尾是后汗上去的 后补的 不是原来的 有可能是原来的 断了以后又沾上的 影响它的价格 我想呢 既您这一轮您猜架施力啊 主要是由于参考了主持人提供的那个拍卖案例 对吧 那个狮子比这个还小 拍了11万 这个还大 不应该加1万吗 对 这个问题在哪呢 您没有注意到那个狮子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狮子虽然大 也很好看 是一个战力的雄姿 但是呢 它比较大陆 比较多 那个11万的狮子 造型非常独特 它是一个扶身要跃起的样子 非常具有动感 艺术性要比这个强 年代也要比这个早 所以呢 那个就比这个贵一倍 这个就是独创性的价值 艺术性的价值 看来创新在任何年代都是值钱的 好 谢谢两位专家老师 也谢谢耿畅 今天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您 谢谢 一幅画作 解释出藏家走眼长饭的错误 我们也要看一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拔 两件黑又瓷器 让现场下边难辨真假 它属于高法 一锤定钉 继续与年揭开谜底 这幅墨竹图 利轴宝主认为 出自当代著名写艺画家 书画家董寿平之手 董寿平由以画松竹梅兰而著称 整幅画作更为珍贵的是 两侧有被誉为国眼之称的 书画鉴赏大师杨仁凯的提拔 他对这幅墨竹图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幅松拳倾听图 刀主认为是由清道光皇帝 第四代孙 近现代著名书画家 爱心觉罗普拳所绘 普拳的画作题材广发 尤其擅长马 蓝竹 花鸟 山水等 那么这两幅都号称是 出自明家的画作 究竟哪一幅才是真迹呢 好 这组宝卧呢是两幅画了 在你们左手边这个 杨仁凯拔董寿平 莫竹图立轴 在你们右手边的这幅呢 是普拳 松拳倾听图立轴 两幅画当中只有一幅 是描述符合事实 到底是哪幅呢 其实给大家的第一直觉 可能都会觉得右边这幅比较像真迹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清听的清是三点水的清 然后这幅画呢 就是那个感觉清听的人和那个后面的竹子 有点像融为一体 就是画的都非常的接近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 反而绝大部分人都会发现的这种特点 可能不太符合古人的对美的那种欣赏 所以我现在还想听一下后面参评团老师们的评价 这样我们还是听听身后十位高参的意见 最好选一位 十号吧 我是倾向于 倾听图 为什么 因为感觉这个竹子画得不太舒服 画得不太好 我听一下一枝独秀吧 从左边呢 这个竹子来看就是一枝独秀 它符合呢董寿平的这一种画竹的一种风格 右边这个是爱心觉罗的后裔 我没听说惹人 但是我仅看这幅画来看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很出名 也没必要去仿它这张画 那个书法提的也很一般 印章盖的呢更是的话呢 这个印章有特点 我曾经看过爱心觉罗的后裔啊 就是喜欢这么盖章 这是从小到大是吗 对对对 盖了一个章还特别的 也不知道是想的话 就是炫耀一下 还是就是我有很多的好的这个章 拿出来拼命地盖拼命地盖 所以它有点符合他们这种风格 反正我是选了红台的左边这个 再听一位高餐的一家好了 我身后的这位吧雅致 好 左边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那个墨汁出问题了 还是怎么那个竹子有点凌乱 那我觉得很杂 然后我觉得像是仿造的 其实听下来大家对于这两位画家的大师呢 风格不是太了解对吗 我们请金老师简单地做个介绍 这两位大师他的画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董寿平先生是当代的一位国画艺术家 擅长画黄山 也擅长画梅花竹子松树 这个人是一个性情中人 山西人 我跟他很熟 非常潇洒 这个总是谈笑风生跟说相上的似的 这个运笔的时候呢 非常潇洒林立 痛快至极 这位普权 其实呢 他常用的名字叫普松疮 因为他们皇族啊 都有当皇帝的希望啊 所以他那个名字都起得很快 他们这一辈哥们都是历人 加一个什么 比如普仪 普儒 普敬 普贤 普权 都是这一辈人 他们是他跟普仪是一辈的 一位皇族里边的才子 他们家四兄弟 都是大画家 就是普雪斋 普义斋 普松疮 和普佐 这四位是一门四劫 这位先生二十三岁 就在福仁大学 美术系教书了 当国画导师 国画导师 所以呢 他的技法 应该是 很娴熟的 对这两位画家的风格 做个简要的介绍 希望对两位的判断 有所帮助啊 到底哪幅是真技呢 请选择 这么快 先看看十位高三的选择好了 来看一下 只有两位选择了墨竹图 其余八位都选择了清听图 再来看看 静宁和俊瑶的选择 俊瑶选择了墨竹图 季宁选择了清听图 两件作品当中只有一件 描述符和事实 到底哪幅是真技呢 十位高三当中 只有两位分别是 六号张云海和八号乔迁 选择的墨竹图 而你们两位的选择正好 和俊瑶的选择是一致的 所以选择正确的是 恭喜 季宁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四比一 竹竿都是有弹性的 他的蒙人之处 一个就是做旧了 做得黄黄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提拔 提拔的人 是大鉴定家 也是董寿平先生的好朋友 杨人凯先生 一般来说 如果他提董寿平的画 那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拔 我给大家念念这个拔吧 在艺术造成和构成技巧 发扬民族艺术的优长 并因其构成和造型之妙 而具有现代版的画 包运着真善美的全部内涵 这是什么画 诸位 后头还有这类的话 可能是某个文艺报社论的话 从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根本不是杨人凯先生的提拔 字也非常拙劣 所以这就是一副 地摊上的低防品 但是由于他的这种旧旧的样子 也能蒙一些人 大家要提高警惕 好 谢谢金老师 又到价格了 目前这幅普拳的松拳倾听土市场价格 会是多少呢 依旧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 同样是来自于普拳的一幅画 这幅林中飞峻 在2013年时香港嘉世德拍卖 是以12万5千元成交 来 俊阳请教一下身后高餐 我选8号 我听听他的 那个 我觉得4万 来 金宁 7号 大概是8万左右 因为刚才那幅画有颜色的吧 对 这个没有颜色 但是他这个画面很生动 我都感觉我能听到声音 下面河水的声音 上面泉水的声音 包括那个松枝刷刷刷的那种 风吹它的声音 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 最终的判断 还是请两位来做出选择 俊阳毫不犹豫 就把价格输入了 跟着感觉走吧 跟着直觉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我觉得这边是正确的 然后要被老师影响了 我才选的那边 被带走了 对 所以我刚才你说 我就说你没有认真听老师的话 他说提拔很重要 但是这个提拔的人 是不是真正的那个人 下次还是要认真听讲 要认真听课 先看看金宁给出的价格是多少呢 看一下 7万元 你比王女士给出的还低了1万元 对 但是至少比乔欠的高 他们俩中和一下 就 中和一下他的价格 对对对 好 来看看俊阳看一下 12万 一个给出了7万 一个给出了12万 根据本栏目和做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10万 所以俊阳更加接近真实价格 恭喜你加上一颗钻石 不容易啊 不容易 每次在价格的时候 终于能够翻回一城啊 金老师 刚才那个12万5000的马 应该说是一个简陋的价 色色的马是贵的 首先马就贵 色色的更贵 为什么马贵呢 爱心觉罗啊 是以这个马上得天下 他们推崇化马 所以他们的马是贵的 又色色 还是大上款 上款 德林先生 是李宗仁代总统 那是个漏 那个应该20 这张10万呢 大体还可以 因为这张画呢 我怀疑 这是 浦松窗先生 早年在 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的 一张 课堂演示画 过去的国画家呀 他不跟你讲什么 国画概论 美学概论 他就是来咱上课了 大家过来 拿出纸来 就画一堂课 你看这张画 运笔很快 状态很放松 正好跟这个高人 雅士 很悠闲的 在树林中听拳的这个状态 非常合拍 但是它的缺点 一个是没有色色 还有一个呢 是图章盖多了 那不应该盖撒印 其实盖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 我估计啊 是得到这张画的学生 一般这个课堂演示的画啊 这个下课的时候都被一个学生抢跑 得到这个画的学生到浦老师那盖章去 贪多 盖了三个 其实呢 这个对构图是很有损失的 好 谢谢金老师 谢谢 最后一组宝物了 都是黑幼制品 在红色态的上这个呢 号称是清代的黑幼油滴罐 在蓝色态的上这个 号称是宋代的黑幼玉湖春瓶 两件当中只有一件 描述符合事实 我更喜欢右边的这个酒壶 应该是成酒 玉湖春瓶 玉湖春瓶 玉湖春瓶不知道是放什么的 我感觉像放酒的吧 杨老师 这是一个实用器呢 还是一个观赏器 酒瓶子 就是一个酒瓶子 我更喜欢右边这个成酒的瓶子 因为我觉得碎了 才证明它经常用 金您呢 我觉得这个年代太早了 而且搁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还是很亮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还是请教先 请教身后高餐好了 金您选择一位来 那肯定选八号啊 八号乔千写着相信我 反正前三轮没有对过 这一轮你会不会对呢 这次肯定对 你知道吗 这个我选的是红色台子上的 为什么呢 蓝色台上的这个酒壶 你见过那么黑的吗 黑幼吗 没见过这么黑的 黑的有点恐怖 这次要不对 问你说 这次要不对怎么着吧 我等会请大家吃饭 好 大家记好了啊 俊阳再选一位高餐 我选三号 造型秀气 我选的是这个蓝色台子的 玉虎春平 对 这个气形呢 这个整体的形体啊 它的比例搭配非常好 以气形优美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选择这个玉虎春平 再选一位几名 选二号吧 我写的是太粗糙 我指的是第一件 它的这个气形 第一的这个右 下面我貌似看到了很新的感觉 就感觉像是一个 自己烧桃玩的一个东西是吗 对对对 有一点那种感觉 好 来 俊阳再选一位 我选九号吧 好 这个玉虎春平 首先从它下面那个底座那 我觉得有些颜色不太协调 因为我写的是古旧 我觉得 它的这个瓶子 整个的感觉给人是 有点太新了 来 有请两位保主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来先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姓张 张新果 新鲜的苹果就是我 新鲜的苹果就是您 随着老了 大家都在问啊 上面这个碎片是怎么回事 这口上碎了这么多呢 原先一开始 整个是这个在上面 这就是粘着的 我从别人手里淘到的时候 就是粘着的 这个原先这边是圆的 这边是完好的 对完好的 你就在北京的地铁上 咣咣咣咣咣地铁 就碎了 你看北京地铁多几啊 一壶春平都几岁了 所以这就几岁了 对 那您没想到再把它粘回去 我后来我想不粘了 为什么 留了几个碎片 留了一点残缺 还给您增加某些想象的空间 而且从这个 它的这个瓷子断裂口之处 还可以看到这个瓷子的细致 这么小的 胎是什么样的 让大家仔细看到了 是的 好 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宝物 今天我带了一件 很有有的爽耳管 很有有的是很有刺激中的名贵品种 以往我们在博光里都很少见到 今天在一锤定音的舞台上 以沾它神尘而有星光闪烁的风采 这段话谁写的 你自己写的 写了改过几遍 没改过 没改 一气呵成的这个介绍啊 您什么时候收到这个的 这是我甲类的东西 也可以说这件东西 也是我首藏的齐蒙老师 同样是黑油制品 但是只有一件 描述符合事实 来两位请选择 目前比分是2比4 这题会拉近距离 还是会进一步的扩大差距呢 看看十位高三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4比6 乔仙你是有话要跟张云海说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这次站在多数人的角度 谴责你 我觉得不管你是怎么说啊 首先他这个玉湖春啊 他的名字就好听 为什么啊 一个好的东西 如果真的不是好东西 他干嘛不丢的呢 就破层这个样子 还留在身上 那说明这东西 一定是一个好东西 虽然我们在100米之外 看不清 但是老先生的这个表情 已经让我们感觉到 玉湖春好东西 你看 好 我选到知音了 找到知音了啊 来我们再来看看 俊瑶和纪宁两位的选择 是什么呢 看一下 俊瑶选择了玉湖春屏 纪宁选择的是油滴罐 所以这轮要不然就是3比4 要不然就是2比5 一件是我们王先生家传的 一件是我们的张先生 2000年的时候 从小店里花了5000元 收到了玉湖春屏 虽然又打碎了瓶口 但是他依然觉得 它是一个真品 两件黑油制品 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 我们要恭喜的是 恭喜纪宁回答正确 5比2 油滴罐是描述符合事实 那么这件宋代黑幼玉湖春屏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张先生 我们一起来听听杨老师的意见 好吗 这个品种啊 是非常名贵的一个品种 如果要对前提是 定谣里边最贵的 就是俩品种 一个是紫钉 一个是黑钉 而且这黑钉啊 到现在 博物馆里边 没有一件完整的藏品 最起码就是北京故宫 现在没有 刚才大家质疑说这个 如果要是宋代的 说好像那个黑幼 不会这么亮 其实这恰恰相反 我们挖的那个瓷片 1000多年了 也是这么亮 它这个定谣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不论是紫钉还是黑钉 全是白胎 而且特别白 所以老先生专门把这个白胎啊 给显露出来 这胎一看 这就是定谣的特征 这件问题是在哪呢 就是它属于高仿 造型没问题 然后胎呢 白胎看着也特别漂亮 它仿呢 就稍微有一点缺陷在哪呢 就是那底足 定谣的这个底足刮销的都特别规矩 真的定谣啊 最多两刀 一般也是一刀解决问题 那个吧 我看了最起码就刮了五刀以上 就是残的这种程度啊 如果是真的 现在如果拿到国外排满啊 不用修 就这样摆那儿 二百万起拍 二百万起拍 而且肯定还是 争得一塌糊涂 好吧 老先生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假传下来 这个确实是来自于清代的了 您对它有个估价吗 二十万 二十万 我在这呢 也有个参考依据啊 不过也是黑钮的 可是那黑钮呢 不是这样那个 油滴的罐了 而是玉湖春瓶 真正的黑钮的玉湖春瓶 来我们看一眼 这件呢 是慈州瑶 黑钮 喝彩玉湖春瓶 是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中国加德国际 判卖有限公司 以三十一万三千六百元成交 只是一个参考 那这件油滴罐 刚才我们保主的报价是 二十万 二十万 它的这个报价和真正的市场估价 会差距多少呢 我觉得价格的话 也是十五万左右 因为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搬痕啊什么的 那个色泽很好 不到我们保主的二十万的估价 十五万 十五万 好 这是一个就是家里用的那个器皿 就是有可能放到厨房里装盐的 我想给它大概三万吧 一下这个降的不少 最后再给乔清一次机会吧 挽回前面三轮回答失败的这样的颜面 那个 一万五 一万五有点太低了 我觉得 能拿这个来 来做生活用的 应该也是家庭比较 还不错的家庭来用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不止一万五吧 到底这件青带 黑幼的油滴罐 市场估价是在多少呢 两位请作答最后一道题了 先看看 既您给出的估价 看一下 不止一万五 所以翻了个倍 给了三万元 俊瑶吐了吐舌头 是更高啊 还是更低呢 看看俊瑶给出的价格 两万八 就比便宜了两千元 我觉得三万贵了 你说的这个价格 他一点都不高兴 因为他心目中价格是二十万 你这差得有点远 根据本来 不可做两家 拍卖公司和一家 古完成给出的市场 估价 是 一万二 俊瑶更加接近 我们的真实价格来 虽然本场比赛 没有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至少价格上面 你是搬回一城了 但是一万二 和王先生心里的差距 是不是太大了 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景色 这个价格 你只是这一段时间 对它的认识的一个价格 杨老师 一万二 这个罐之所以给定了一万二 就因为它是清淡了 那年代不够 如果要是您这个 定了说这个金淡 说这个价值 一下都上了 这个造型啊 清淡的 我们过去管叫民间陶瓷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也谢谢王先生 谢谢您 谢谢 喝熟水 珍杰可 本节目由财经频道指定用水 金麦朗 梁白开 赞助播出 好 今天最后的赢家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 纪宁了 混的本场比赛的胜利 有请侯大师 为纪宁发上今天的大奖 有请 来 上台 弥勒佛挂剑一个 哇 跟带奖杯一样 金牌送给他 好 谢谢侯大师 谢谢 好 今天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三位 也谢谢今天 俊瑶非常精彩的 在价格上的一些敏锐啊 虽然很可惜 下次再来 把柜局拿回来 也谢谢俊瑶 谢谢 同时谢谢我们场上的 十位高餐团 谢谢十位 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 下个同一时间更好的艺术品 就在一锤定 下周再见 毫不起眼的藏品 却是皇家运用之物 破旧不堪的外表 价值却出乎意料 滔滔不绝的陈述 是真明白还是假知道 雕工精细的内练把剑 究竟收入谁的囊中 看横角教你辨识真美 听专家讲述文史知识 敬请关注一锤定边